之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回忆 1988年1月27号上午的那次国民党的临时中常会 气氛一直比较沉闷 四项议案讨论结束之后 仍然没有提出代理主席议案的迹象 在最后的关头 坐在会议轮值主席身边 列席会议的副秘书长宋楚瑜 豁然起身慷慨陈词 并且在一番表态之后 拂袖而去以示抗议 就是这关键的一番表态 最终成就了李登辉 也被外界认为是促成李登辉 登上全力巅峰的临门一角 这个党主席坐在正当中 右边坐的是秘书长 左边就坐在首席副秘书长 我还递了个小条子 那条子我今天还留到那里 给余继忠先生 今天提不提 他给我摇头不提了 我才晓得 如果今天不提会闯祸 以我的正直判断 会出问题 所以我才讲话 你这样子的判断 也是因为你长期在 金国先生身边 所累积下来的一个判断 您当时站起来 说了那段话 是很关键的 这句话我必须要说明一点 我那天讲的话非常重的一句话就是 大家都很清楚 来搅乱这个不是写信的那个本人 是后面要我们那位 我们非常尊敬的这个我们的前辈的后面的人 事实上 蒋经国先生 如果晓得的话 是非常非常会生气的 上海大老虎 不是就是这些人在搞花样吗 如果还在这个时候 还照样在搞这些事情的话 那个时候是会闯大祸的 因为外面都在传 那时候台湾的政治的情况 这么样子风雨飘摇 或者是很不稳定的时候 我只有讲了一句话 我们要尊重 我们要尊重 大家原来的意思 我就讲这话 我必须要说一点 蒋经国先生生前 对于台湾的这些情感的问题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说本省人不可以接国民党的党主席 有说过吗 他说他也是台湾人 这是国民党的家务史 本来这些事情都不应该多说 不过呢 因为是小丽的关系 所以今天给您说说 就是他经过完整的这些程序了之后 推举李登辉先生 他倒不是宋楚瑜一个人的事情 明白 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很明确的 很多有所谓的男君常常说 我是在经过先生走着之后 推动让李先生去接班的 临门一角的那个人 这个与事实有很大的距离 而事实 我今天还不想公布 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还有点保留的 不是外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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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